Hello,大家周末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12号,到了周末,我们昨天S01,E01的这个剧本还没编完,网友已经总结出各种梗了,那就是LK99室温超导的这个翻转大战,你始终猜不出下一步结果是什么,当你以为又干关定论了,最后一个钉子敲上了,第二天马上就有反转的证据打脸,史称早纪完导,然后Archive就成了室温超导论, 闻闻的狂妄,各方科学家是你方唱吧,我登场,特别是印度的Avana团队,反转之快是失所罕见,加上短视频平台推不住栏,科学家们已经撑目结舍了,B站抖音搞科研,那个不是搞科普和搞伪科学的吗,目前来说啊,一些教授的是在低头福建,一些教授在大独持乡,要说这些老派的科学家们呢,可能这方面落伍了啊, 不过啊,他们有90后00后的这些硕士博士在烧炉子,估计时不时的拿手机给导师吹着风,你看你看,他们这个实验水面还上网络直播,咱这里设备场所都不差,他们是要大佬您坐针,对吧,为啥咱不能现场直别一下呢, 哎,导师没准脑袋一热,突然开箱,哎,你弄吧,注意安全啊,白给我掉链子,论文发之前,不要公布单位名称,哎,我觉得后面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网络直播,不信咱走着瞧,哈哈哈哈,那,昨天啊,看了一个韩国媒体上,采访这个金贤卓教授,就King King Talk, 实际上这个采访的大部分内容啊,那我觉得都之前说过啊,比如说,KBS采访啊,朝鲜新闻在采访的时候呢,都讲过,主要讲了这几层意思,第一个呢是,哎,我们发现了这个LK99啊,他就是长文超早,那,世界上有很多人找我们要的样本啊,那我们呢,哎,这正在按P4的给他们寄,就是我们,呃,虽然不指望你们给我验证这个论文的真实性啊,但是呢, 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测量,确认了,他就是超导体,所以这项研究啊,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各各各科学家的兴趣嘛,他们正在努力的复制和验证这个样品,那第四点呢,讲了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实验室成功复制了研究结果,所以第五点,金教授说呢,室温下的磁杆的强度是石墨的5450倍,那么不纯的样品也是23倍,除非它是超导体,否则无法解释,这足以证明呢, 它就是一种超导体,那第六点,最重要的,之前没讲过的,这是什么呢,量子能源公司和其他的公司计划寻求美国物理学会和其他机构对论文进行验证,交到美国去,为了完成这个史文超导体的开发啊,团队呢也希望,政府啊,投资机构啊, 国家研究机构支持,他说呢,我们正在规划未来使用史文超导体的研究,那么呢,十月份会提交给明年三月份召开的美国物理年会,哎,现在正在准备这个论文摘要呢,另外呢,他说呢,我们希望看到资金雄厚的团体,哎,和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相关研究,而不是依赖小公司,他指的就是 他们的量子能源研究所,所以这是金教授的采访,哎,这对LK这个自己,实际上他也是一份子了,这个小作坊的鄙视吗,还是感觉到这个时不我待,是吧,要敢于让利,让大企业赶紧拉过来,哎,三星不是刚成立了一个什么未来技术研究所吗,拉过来,我感觉啊,我们S101,102的剧本主线来了,拉投资,疯狂拉投资,是吧,那个,大家看到很文美剧里面这个,包括搞比特币的一些 都是拉投资,找黑社会拉投资都行,所以呢,这个,第二个,我们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普林斯顿的论文,啊,这个普林斯顿呢,是有点,不能叫奇异吧,实际上是有点别的意思的啊,他真的是普林斯顿吗,大家都明白啊,实际上是西班牙的论文,对吧,但是西班牙,德国,美国,三个国家,四个机构合作的论文, 那么,一座呢,是一位华人的博士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知乎的一位大神叫要淡定,史称淡定大神,在评述这个普林斯顿的论文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位大神呢,对这个行业是非常了解的,看来也是业内人士,他说这个普林斯顿论文啊,做一个模拟的评议啊,评述,比如说 前面啊,这个第一部分讲了一大堆的细枝末节,啊,这是蜻蜓点水,这种科普工作你讲的什么呀,你这个科普有点多啊,第二部分呢,就是部分这个结构分析是有问题的,而且数据可能也有问题啊,那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吧 这是普林斯顿的论文啊,那普林斯顿的论文呢,这个淡定大神呢,重点讲了他这个,对于他的结构和数据的看法 他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啊,这块晶体呢,不是啊,那个就是所谓那个LK99晶体,而很有可能的是少量的啊,这个铜啊,感性的这个千灵灰式晶体,很可能铜的置换发生了 那么,只有表面上的少量反应发生,就里面不是,他意思你切开看看,再测一下,是不是 这个,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作者啊,这个就是,丹精X事先演射结果呢 呃,应该与啊,第二篇,应该与人家原作的第二篇论文做比较,哎,这样的话呢,才能更更准确一些 这是,呃,智乎上的淡定大神啊,对于这个所谓普林斯顿论文的这么一个,呃,模拟评审啊 那第三个呢,我们来聊聊这个金教授啊,还有一个,呃,有意思的事 这个金教授最近啊,也是,呃,比较,就所有的LK99的事呢,都是金教授在出马,是吧 这是啊,有中国网友呢,把文件寄给了金贤哲教授 他给的一个关于中科院论文里边呢,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呃,这个,金老师呢,可以说图文并茂的,给咱们上了一课 这老汉讲话太直,不含蓄,哎,韩国人的老毛病了啊 比较直,妄图指点中科院,竟然啊,呃,你客气一下不行吗,是吧 你看,呃,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标注啊 他说呢 I think the most 我认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没有搞明白MIT和MST的区别 MIT是啥呀,马上理工学院 MST是什么 美国运输博士吗 不是,开个玩笑啊 他说呀,我认为大多数研究人员不理解 MIT就是金属到绝缘体和MST金属到超导体之间的区别 他说这是MST,不是MIT,我在论文中啊,已经解释了一切 你看他这个图里边呢,他说,呃,根据他的论文的在第二卷里边 他说,金属到绝缘体的转变 当温度下降的时候呢,电阻升高跳跃 在这个MIT这个这个临界点,呃,之后呢,呃,然后就就就就平了啊 然后呢,他说呢,根据欧姆定律这个图里边呢,呃,这个表现出线性的 这个就意味着是金属啊 呃,那么他这里边呢,指出就这个的380K这个跳跃 他认为呢,就是MST,老金呢,很执拗啊 他就坚持认为,380K这个电阻的跳跃是超导体转变 哎,他指他这个,他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很明白,这个东西啊,是有两个项的,呃,这个超导项和这个这个这个非超导的这部分 所以呢,呃,根据数据显示呢 存在一种在室温下产生超导性的项 但是呢,也有存在一种表现出半导体的项 所以这两种是在一起的 那么这还有一张图啊,就是他说的这个 他说中科院的,这是中科院的一个图 他说这个图里边就能看出来 他既有,呃,S1的呢,就MIT,就是金属到,呃,这个呃,呃,非金属的 那,第二个图呢,他说呢,这个就显示说两个项 包括了超导项,哈哈,你看这个红字 啊,this material has two phases,semic conductor behavior,啊,呃,这里边呢,就有两个项 超导项,就MIT和MIST都有 但是中科院你是做出来了,哎,但是呢,你没弄明白 就是,所以这个老吉确实比较顽固啊 他现在呢,就是,但是我们想这个 这毕竟也是金贤卓啊,是美国威廉马利学院的研究教授 也是美国电信电子研究院的这个教授吧 那么毕竟是理论物理学家也是 所以按照他的职业生涯来说 呃,应该不会犯这个明显的在图上讲错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吧 看着别人的图,把自己的错误理论再往上倒一遍 所以这个事呢,还得看中科院会不会对这张图发什么说法 是吧,因为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可能是鸡同鸭讲 哎,老金呢,他们手里边可能有更纯的东西 而大家按照他早期的论文做出来这个东西呢 按照他解释,你这里边既有超导项,也有非超导的 所以呢,就讲明白了 所以这个老金会拿他的职业生涯去打赌,去乱说吗 我觉得不会啊 呃,所以他说这检测曲线呢 就是半导体和超导体的这个复合项 如果去除了这个半导体材料部分呢 那就是超导体行为 所以,呃,怎么把这个东西分开 人家没说,是吧 呃,这就是说 呃,有隐藏的部分 我们觉得还是有隐藏的部分 您说呢 那我们在这个第一期就讲过啊 讲过这个第二期吧 LK啊,他是就是量子能源研究中心 LK兄弟,他们是受过韩国教育部的研究资金资助的 哎,当时呢,是穷途末路 找到了全教授 又找到了教育部门的这个资金 那其实啊,这条信息前面还有一条更重要 就是2019年的4月12号啊 全教授就全英文在韩国高分子学会呢 就做了高温有机铁瓷材料的报告 他的核心呢 是用EPR和Squid从盘撞液金中呢 提取高温铁瓷材料的研究 这个呢,就和这个 他6月份的作业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两个月之后啊 这个韩国国家研究财团资助教育部 建立科学学术研究资金项目呢 就给了他一个任务编号 1345300805 这个给了一个详细的这个研究项目 题目叫 低磁场区微波吸收研究用于新型抄导材料的开发 2019年6月 承担机构呢 是高丽大学 这个全教授呢 是研究室主任 这次呢 他们大概拿到了一亿韩币的资金 你别吓了你啊 一亿韩币啊 也就是我们六十来万人民币 你要在韩国同纬度的地区 我估计着在山东半岛啊 是你估计是买不到一套房 是吧 你看 你在这些位置 你在围方 你在青岛六十万能买到一套房吗 我估计你是买不到的啊 那么 这个通过这个资助啊 就可以使用这个基础科技研究所的 这个IBS的超到量子干射装置 SQUID 并且能够测量LK99的抗磁性 那超到研发啊 需要这个SQUID进行测量 这个很多的这个数据 就是需要很多的成本和时间 那前面这个任务概述啊 他写的很清楚 就是通过各种合成方法 合成的材料中啊 几乎大部分和超到无关 而表现出呢 超到性的部分非常小 所以这个研究的宗旨呢 就在于分析零磁场区域内 关于微波吸收的测量结果 啊 快速高度敏感 且有效的测量 带有超到性的成分 从而排除呢 不表现为超到性的部分 这个呢 就能节省时间啊 有非常大的这个成本 和这个这个效率啊 优势 所以呢 这个研究呢 他就只在通过研究新型 超到材料的微波吸收 来确立 就低成本高效率的开发 这个超到体 你看 这说明什么呢 早在2019年 他们立项 并且后来也通过了 后来这个全英文发的论文 也就说明这个项目结束了 而可以掌握了这个提纯 超到成分能力 我们猜啊 而这种提纯的LK99 他就忽略了我们前面说的 5450倍啊 比这个热 这个石墨的这个抗磁性啊 高5000多倍 就金教授 喋喋不休 每次采访都要说 如果他不是超到体 你怎么解释他比石墨的抗磁性高5450倍呢 哎 你看 他有这个纯的可能就这个 这个可能 所以就问题来了 哎 既然你能提纯 你为啥不直接放个全悬浮的让我们开开眼 对吧 你让我们一路一路的炼丹 你继续何在 是吧 所以这里边啊 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可能是技术秘密 也可能是有的人就不愿意说出来 比如意味超到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也可能有内部的纠纷啊 比如说或者是战略 内部的战略 或者是人心的秘密啊 总归来说呢 有我们不知道的啊 呃 那现在啊 我们到最后呢 再看看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啊 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过这视频 那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从网友建议 呃 下面放上磁铁 上面放上他们的实验样品 哎 来回呢 呃 反复的试啊 用光照一下 看下面有没有空隙 呃 看起来是悬浮状态 然后呢 他把磁铁调换过来 看看有没有变化 哎 好像没什么变化 是吧 呃 所以你看看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这个抖音直播 呃 搞科研 这都是靠谱的事啊 起码这个 眼见为实嘛 不会做假的 这不是AI合成的啊 呃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金教授结束采访 还有淡定大神的 对普林斯顿的 普林斯顿的这个审稿 实际上是西班牙的稿啊 然后金教授呢 还指点了我们中科院啊 那么 以及包括四年前 LK申请的这个 提纯的这个经费的 这个情况 包括抖音 最后我们牛顿的烈焰 极光剑 它的更新内容 所以现在你看看 这个 事啊 是越来越有意思 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每天总有新的发现 每天总有新的钉子 要把这个棺材板给盖死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继续吃瓜呀 哈哈哈哈 记着我啊 记着编剧本啊 哈哈 先把S01101 咱们完善了啊 接着咱再搞 S01102 投资热潮 好的 今天给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